那黑鍋為什麼重要 因為他受到他要去跟北京國台辦邀功 如果他變成一個Kingmaker 他在中國可以拿到多大的利益 他不再為中華民國的生存而在報道 他為了他個人 因為他不甘心他的守護讓給我了 中間台的蔡老闆是做大陸的內需市場 才會逼宮屈膝 應和中國大陸甚至包括不合理的要求 當國台辦的打手 你們放心看老天有眼 但是我也要講 我是建議韓市長 要遠離 這個不公不義 而且受別人控制的媒體 不然呢 成也中天 敗也中天 韓市長 離中天遠一點 如果他今天想要做台灣的Kingmaker 一個 我講過 這樣的一個媒體的操作 已經到了一個不正常的地步了 我覺得如果說讓他贏了 他不想要跟北京拿多少的利益 他如果說有一天當了國民黨的主席 那國民黨是共產黨的高招 不要發一兵一組 就把中華民國給沒收了 被國民黨現在破壞團結 最大的元凶就是中天集團 旺旺 蔡英明 他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投資那麼多錢 做一個造王者 做Kingmaker 他的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Motivation 做是什麼 他的利益是什麼 怎麼回收 怎麼回收 對 這沒有人去查 沒有人去問 做民國可以賺這麼多錢 他把財務穿過來 我要問他一個問題 他在台灣繳多少稅 對 對 講愛台灣 他本身的動機要查錢主義以外 他投資這麼大 他已經干涉到中華民國選舉的公正性 對